汽車準備回轉卻沒想到下一秒 輪子直接跟車身分離橫躺在路上 只見駕駛開著傾斜三輪車客難的網路邊靠 他剛好在前面回轉 然後剛好是朋友 然後下車看怎麼會是你 然後就幫忙他出 朋友見面還來不及打招呼 就尷尬請求支援 事發就在新竹中華路 有民眾將這段畫面上傳到網路 笑說噴裝了引起不少討論 不過為何車好端端開到一半 輪子卻掉了下來 業者也出面解答 對方的似乎在安裝的時候 有可能是螺絲只是含上去而已 並沒有完全鎖緊 因為看起來車子是有改裝過的 當這個伸車如果轉出來的時候 螺絲牙太短的行李之下當中 它的螺絲是完全沒有辦法鎖緊 氣球場的業者提到 輪子掉出來的情形相當罕見 研判可能是螺絲沒鎖緊才會釀貨 不過駕駛一個沒注意 噴裝恐怕還得挨罰 汽車行駛道路 車樣的基建設備附著物 不穩妥或脫落的話 是儲氣車駕駛人 新台幣1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罰款 並責令改正禁止通行 如果智能受傷的話 更會掉扣駕照一年 四輪轎車變三輪 事發當時索性車流量並不大 沒有造成傷亡 不過這罕見的畫面 也讓不少人看待了 3點新聞 張花衣 黃聖傑 新竹參與報導